舒服,这女友在家中勇士晒太阳,她的手习惯性放在了那里在上周末,进行的一场英超焦点战的中,利物苦凭借维纳尔杜姆和菲尔米诺的进球2-1战胜的强敌热刺,好取五连胜,仅仅因为进胜球的烈士排在切尔西之后,为列英超第二,队伍的出色表现,也让张伯伦能够安心养伤。 张伯伦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与女友佩里埃德华兹,一起在游泳池里度假的照片,大秀恩爱,幸福不已。 张伯伦在上赛季与罗马的欧冠半决赛中膝盖韧带受伤,不仅缺席了俄罗斯世界杯,还将错过本赛季的大部分比赛。 对于这样严重的伤病,张伯伦一直在积极恢复,并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心态,在接受天空体育的采访时,张伯伦坦言,这是一次严重的伤病,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,所以这显然是一件很难处理和克服的事情。 但我的恢复目前看起来不错,我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心态,这就是我的性格,我个人认为这是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最好的方式,所以我精神状态很好,我的状态会越来越好的。 当然,伤病恢复的过程中,也少不了女友的陪伴,上周末张伯伦和女友一起享受这夏日最后的阳光,二人表现得很是亲密,张伯伦也为照片配上了抓住夏天的尾巴,像,一样,美人相伴,张伯伦心情看起来也很不错,这对于他的伤病恢复很有利,让我们一起期待张伯伦回归赛场的那一天吧。 让我们来看看张伯伦女友的美照吧。